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自甘肃 网约车司机 王女士44岁 来自山东 公交车司机 她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 你们来节目的目的是什么 这次的场合她来复婚的 我感觉这一辈子离不开他了 我们俩现在这种状况 离婚不离家 对于我来说 对她已经是最大的妥协了 你觉得你们为什么无法复婚 我跟着她 没想一天的福 还到处摆坏我的名声 胳膊中 王外拐 对她的亲人比对我还好 我现在拿她不禁当妻子 还当恩人 努力改过自信 她还不睁眼瞧我 改过自信得犯了多大的错误 说说吧 怎么把日子过成这样了 现在算离异 对吧 对 离异几年 我们是1998年结婚的 2020年离婚的 现在属于是离婚状态 我们也算是比较早的升票了 我那时候就想着我们拼搏了几年了 想买一套房子 那时候我们手里的钱已经够可以付一个首付的了 那她就飞不停 然后就是因为没有房子 小孩上高中的那一年 她就把小孩给带回去了 我一个人在深圳 那个小孩呢 她就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几年 就给小孩订了婚 然后离小孩还有三天结婚的时间 她给我打电话 让我去参加孩子的婚礼 那是这么一回事 主持人 您说 你说 小孩子自愿谈的恋爱 那孩子谈恋爱您做妈的都不知道啊 不知道 那就随口就是在电话里给我说过一声 说过一声 当然我又以为他们没有说去怎么样去 再深入地去交往 结果她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就是要结婚了 我就很受不了 我是孩子的亲妈呀 孩子是我身上掉海来的肉啊 是是是 我连故意的模样长的是啥样我都不知道 家庭背景是什么样我都不知道 你就这样让小孩给结婚了 我就特别难受我心里 是因为这事离得婚吗 不是 还不是 从给她结了婚以后 她就从来没有管过我们老婆孩子的事 胳膊子总是往外拐的 挣多少钱都是给她的兄弟姐妹啊 或者是亲戚朋友给他们花了 不管是谁借钱 只要她有 有多少给人家多少 我们是没花过她一毛钱的 当时是这么一回事 我们两个她也上班我也上班 她保持保住我也保持保住 再来一件小钱 在老家呢 我是打西北的 房子都老得不成样子了 土房子 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 所以我给我哥借给他们盖个房子 是这么个燃眉之急 那后来到底为啥离得婚啊 我挣的钱 跟她挣的钱都是她管的 结果我妈生病的时候 我就说让她救济一点 三万五万的给我妈看病 她就不愿意 结果一分都没拿 一分钱都没给 是 结婚这么多年 丈母娘生病也不给钱 对 这一气之下肯定离 是吧 那个时候正好是小孩在高口 我两个女儿 小的女儿在高考 高考期间呢 我没时间去照顾 反正从常理来说 一个家庭出这么三件大事 就是闺女结婚 妈妈不知道 结婚这么多年 财务不公开不透明 然后丈母娘生病女婿不管 就冲这三件事 这婚就算离对了 三年前就离了婚了嘛 怎么还没分开呢 中间分开了一年多 一年多的时候 上大学当小姐给我打电话来 她说妈妈 我在医院里 陪我爸爸治病 我就问她你爸爸怎么了 她说我爸爸查出的是肾上腺肿瘤 我听了就很难受 虽然我们已经离婚了 她毕竟还是孩子的父亲嘛 那小孩也不能一直不上学 在那里照顾她呀 我让她来深圳治疗吧 就把她接到深圳来了 然后带着她各个大医院去检查 检查结果就是肾上腺炎 并不是肾上腺肿瘤 我就让她回去 她死活不回去 非要给我复婚 就这样赖在这里不走 自己找了一个网约车在这里开了就 就是这么留下来了是吧 对 你现在两个人还住一起吗 是在一个屋檐下 当时是两个房子里住着 为啥不走了 因为我想着复婚 我以后感觉离不开她了 现在挣了钱交给人家吧 交挣了 说起这个钱的问题 我更生气了 我的妈呀 说说说 她是 她是跑了网约车 也有流水进账 每天晚上呢 回来就给我看 我一看她那个流水进账呢 也就是四五千块钱不多 然后出租房租 出租车租的 也就是一千多块钱了 然后她确实全部都给我了 但是你看我们开车的人 叫街角的圈子 全是开车的 有出租车 有网约车的 平时我跟人家 说话聊天的时候 人家也蒙不定地说一下 我这个月挣了一万多 那个月挣了一万多 我也很纳眉 你们同样跑网约车的 为什么你们能跑一万多呢 是啊 在我的逼问下 她就是让我看第二个平台 她第二个平台 有五六千块钱在上面 为什么要藏起来 这个小金库 她的目的 还是想救济 她的兄弟姐妹们 还有她的那些亲朋好友们 我就说 咱们是救济不救穷 如果说你兄弟姐妹有生病了 我把她接到身边来 我拿我自己的钱去给她看 而且我还可以伺候她 但是你说因为她穷 你们越越地给她钱 你给她起吗 你说 你这样养成了他们 懒惰好吃的毛病 就这样的 等于马然现在 您还在供养家里的兄弟姊妹 是这意思吧 没有供养 说简单的就是 结一下人没知之 她还败坏我的名声 有败坏名声怎么了 怎么败坏名声啊 别哭了 别哭了 那是我一场误会 她是这么一回事 这几年 在老家里伺候父母 在这里一个人 不是 我就感觉 我这几十年了 我就是为父母 为孩子活的 从来没为我自己活过一天 现在我说 我应该轻松一下 过一下自己的日子了 有时候同事们 约我唱歌 或者是聚会 我也偶尔都会去参加一次 就有一次 那同事就开着车 就把我送到家门口了 并不是送我一个人 是送我们所有的同事 但是就被我们邻居看到了 就给他说了 但是他要面子 就是我们离婚的时候 谁都不让告诉他 那我们邻居也不知道 我们是离婚 就告诉他 就说你太太 在外面有外遇了 给人家谈恋爱了 钻缝不正了 我拉着他 我说咱们两个 去给人邻居说清楚吧 咱们俩是离婚状态 不要让人家误会我 他就废不去 最后去了以后呢 他还不讲理 他给人家说 我们以前是离婚婚 但是我们现在复婚了 根本没复婚啊 现在不是还离婚状态吗 那这个原因是不能复啊 你看钱也不透明 然后在别人污名我的时候 你也没像一个男人 一样站出来保护我 这不能复 还有什么原因不能复婚 他把孩子带走了呗 我就是因为小孩子 老是吃不下饭 睡不好觉的 这样我身体是 一天比一天差了 我们车队就有一个保安 是退休的老中医 他就看着我的气色不好来 就说要给我耗麦 我呢我很保守的 我就说男女受受不亲 我就不想让他给我耗麦 然后人家把他太太叫过来了 他说我把我太太叫过来了 这样他在这里看着 我给你耗一下麦行不行 我一看人家太太也劝我 是不是 我就让他耗了 他耗的结果是 你这个病很严重的 我也是半信半疑的 然后我就去医院去看了 我看了两家医院 结果都是一致的 就是说早博心里不齐 就是一会儿跳 一会儿不跳的 高的时候就有150 不跳的时候就是零 这是很严重的 那中医也看着我心思了 他就说我有一个妈妈 我们是中医世家 他说我爸你推荐给我妈 你找我妈去看病吧 这样好一点 方便一点是吧 我说可以 我就找老太太看病 老太太已经80岁了 就是老太太 因为我的情况呢 他也非常心疼我 把我当亲生女儿一样的 平时又过包中药 又过做那个营养粥 就是让我的身体 快一点地好起来 就这样我就很感激 就认了人家为干妈 慢慢地经过 我干妈就细心地照顾 我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好了 恢复健康了 我干妈就有一天就我说 我年龄大了 不想再生日了 想回老家去养老去了 我那就感觉 人家要走了 我们肯定要表一下心意 对不对 送行是不是 就那天晚上下了班 我是尊重她 把她叫上一起去送行 可是我可以不叫她的 到了那里以后呢 就我干妈跟我嫂子两个 在厨房里给我们炒菜 然后我干妈就给我 讨论我的便情 他就想我干妈 跟我两个人说话太热情了 当场就把桌子给掀了 你拉倒吧 去了那里 让我一手吃这个牛奶 一手吃这一双鞋子 到那里了 一口一个个干妈的叫着呢 随不生气 你去人家家里能空手去吗 人家要走了 人家对我那么大的恩情 我连爱买一个牛奶 买一双鞋都不行吗 最后我两杯下肚 把桌子没先 我就一煞 我都摔门出去了 不是两杯下肚 跟干哥喝两杯酒 你闹 闹情绪了 都是他一口一个干哥的叫 我心里不得劲 人家本身就是干哥 是不是 我不叫他干哥叫什么 人家给我讨论病情了 我也我也我也 我也他吗 行 这个确实晚上听到这儿 就别富了吧 对吧 那今天为啥来啊 就是来听听老师们的意见 行 那我问问啊 你们现在在深圳是吧 是的 退休之后有什么打算吗 两位 退休之后 我们俩一家还不一支呢 我就想着小孩 考完大学以后 他想在哪个城市发展 我们就想跟着去哪个城市 他就非死活地 要回他老家去 而且还必须让我跟他一起去 我们的北方人 有一个传统观念 夜落归更嘛 所以我都想着回去 搞一个小小的养职业 很多年就这么得了 你啥都没有到家里 你搞什么养职业 您这么着急干嘛呀 他跟你有什么关系 告诉我 他现在是跟我没关系 但是 那一个跟你没关系的人 想回家乡搞养职业 你可以云淡 我不是被他欺负惯了吗 我害怕他吗 他只要说什么 我都听吗 不都是 全都是这样的 一辈子都这样过来的 你们T外有什么感受啊 年轻人 就是非常能感同身受 这个姐姐 就是因为 你什么你就感同身受了 不是 就是这个姐姐她说 她老公在外面的时候 脾气不好摔桌子什么的 我觉得就女孩子 一定要找一个 能够给自己提供情绪价值的人 要不然生气的话 真的身体就出问题了 你旁边那个行吗 我旁边那个暂时 马上就不行了 你听完我们的故事 你就觉得不行了 马上 马上就不行了 就是她是预警的 预备的 这是 男生呢 我就觉得这个姐姐有时候 确实是挺困难的 有时候心里面有挺多委屈的 嗯 那你觉得这个婚能负吗 这个我也说不好 说说嘛 那你觉得大哥怎么样 我觉得这大哥 人挺好的吧 人挺好的 他不敢得罪人你知道吗 老好人啊 对对对 来 你有感觉那个大姐这块吗 挺担心大哥的 在他生病的时候 就让他回来 就照顾他什么的 反观我们这位就是 就没那么用心我感觉 你旁边那个都没有是吧 反正没那么用心过 我感觉大姐这块挺用心的 从来都没那么用心过 那你得多委屈啊 反正是有点 我觉得这位大哥有些事做的还是挺好的 反正比起他而言 我感觉比他负责人多了 就应了那句话 别人的老婆比自己的老婆好 别人的老公也比自己的老公好 哎呀 我首先一个感觉啊 女士 你这个从上场来到现在 这个高八度的声音啊 你给自己的情绪那么的不愉快 嗓门那么大 他对身体的伤害 对情绪的伤害 对你生活伤害 我都跟他欺负了二十多年了 对啊那你何苦呢 你说你又不愿意跟他复婚 你觉得他一身毛病 跟他在一起尽是受委屈 你还要跟他在同一屋檐下 你何苦和这个男人绑在一起 其实呢他是刀子嘴都服心 不愿意离开你是吧 你吃定他了 嘴里面那样说着呢 心很软的 因为我生命的时候 把我那么远的地方接过来 那是人家善良 不代表你就应该在他身边 这个是我们养个小孩 完美的一个家庭 我再说一次啊 你父不婚我不管 但是你说不想被这个婚姻绑架 你就始终在绑着你自己 结婚与不结婚 你都被这个男人绑定 我不去给你建议说 你是结婚还是不结婚 复婚还是不复婚 而是你要自己从今天开始 四十四岁了给自己松绑 先生我觉得你 你现在不就是觉得 曾经经历过误诊的一场大病 慌了 觉得得有个人照顾你 前几十年也没太把他当回事 该干嘛干嘛了呗 现在你觉得离不开他了 我觉得表现得不够 你还给人掀桌子 你还藏小金库 哪像把人追回来的样子 你还人家母亲生病 不去床前伺候孝顺 还差得远呢 你我没什么建议 想追就用更多的时间和爱去追吧 一个女人为什么要那么大声说话 为什么要那么大声的连贯说话 就是他是得有多不幸福 我就看着您 就是您得有多不幸福 我先厘清一个事实 马德哥 您妻子 不 你的前妻现在是单身吗 单身 她可以去和别人恋爱吗 不行 她是单身吗 但是 你不愿意归你不愿意 她作为一个单身女性 她可以和别人恋爱吗 她有权利和别人恋爱吗 回答我 有 很好 这大姐 您单身吗 单身 你有权利去和别人恋爱吗 有 咱们先把这个离清了 别弄得好像俩人离了又跟没离似的 那天晚上 你去跟你干妈吃饭 为什么非得叫着她 我又怕她误会我呀 因为我被她欺负惯了嘛 一直都是 她误不误会你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我一直在她的阴影里活着 一直走不出来呀 你不愿意走出来呀 你不愿意 你愿意走出来吗 你愿意吗 当时呢 她是 直说 回答我 你愿意吗 我也是想走出来 马德哥 我就奇怪一件事 咱家亲戚有多少根眉毛 燃眉之急 对 你一上来就燃眉之急 一上来就燃眉之急 一年燃眉两次 两根眉毛没了 明年长出来再燃眉吗 咱家亲戚有多少根眉毛 再没有了 那你那小金库呢 你说你有多霸道 我终于明白 为什么一个 这么容易满足的一个女人 还给逼成这样 今天在现场不住地呐喊 我不要跟她复婚 我不要跟她复婚 您这大男子主义的大字 可真不是一般的大呀 大哥 这个大男子主义呀 早都已经不应该有了 无论什么时候 女人都不可能是男人的那个附属品呢 不可能男人说什么 女人必须需要做 都有各自的权利 你这样一直捆绑她下去之后 你们两个不会有婚姻的 她一直在逆反 你发现了吗 大姐一直在逆反 她非常的不开心 你前妻的干妈和你前妻的那个干哥哥 那是她的社交 对 你居然现场不给你前妻留一毫一分的面子 直接上去掀桌子 因为她长期习惯了没成本 我掀桌子这女人还给你了 大哥你等于是什么样吗 你等于当着所有的面 删了大姐一个嘴吗 当时我也知道错了 回家以后我给她赔铁道歉了 不是你事后知道错了 是有些行为她就不应该做得出来 哎 今儿不是来出气的吗 您气出了吗现在 我现在没力气出气了 我告诉你啊 你把自己过成现在这个样子 就大气不敢出 大门不敢出 二门不敢卖的 你怎么了 你自己挣钱养活自己 还给家里面寄钱 然后这个男人 对你连财务都不公开 你还守着什么所谓的辅导 你现在是个单身人士 所以你现在所有的痛苦 都是你自找的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你所有的事情 都能够包容都能够原谅 你没有自己任何的底线和边界 你不知道什么叫结婚 不知道什么叫离婚 甚至在你女儿的婚姻上 也是这样的 妈是不是得给女儿准备嫁妆啊 是不是亲手得给女儿做个嫁衣啊 缝个被子吧 你穿真隐线了吗 穿真隐线是我带气了 你凭什么带气呀 请问你啊 所以我没给他 你算老几你凭什么带气 是你最坏才吗 那是我的事 我就对女儿快要一辈子 你凭什么带气呀 生孩子你疼了吗 就单从这一件事情上 一点都没有把你当人看 连后妈都不如 你还在这儿忍哪 你不自己走出来的话 没有人能救得了你 大姐 我觉得大哥 是改变不了的 所以就看你怎么能去选择 我说话说得比较直啊 其实说白了就是 在外面也不行 回家能欺负个老婆 就对内的时候特别狠 有雷霆手段 对外的时候碰到什么事 都躲 扛不起来 您算这样的人吗 有一点吧 有一点 我能理解这个 说白了是什么 因为认知不行 我们坐在这儿愤怒 其实在她看来 她做的都是正确的 你说她还是错的 她还不认同吗 这我们叫认知问题 因为认知有局限 就害了你身边的人 那现在四位老师 就是想让这个女人觉醒吧 别复婚了吧 如果复婚让您不快乐的话 为什么一定要复婚呢 先生 如果你觉得 这个女人就是一辈子 你爱的一个女人 你就想跟她在一起 对 努力追她吧 好的 努力改变自己 来 谢谢两位 请坐 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 小曹 二十二岁 来自安徽 活动策划 小吴 二十三岁 来自安徽 项目策划 那么他们又遇到了 怎样的情感困惑 你觉得你们的爱情 存在什么隐患 她烂情假绅士 身边都是姐姐妹妹的 根本没有把我放在眼里 她太喜怒无常了 就这么说吧 她跟我说过最多的词 就是滚 你觉得你们俩 还能继续下去吗 她如果不让她的姐姐妹妹 从她的生活里消失 我就让她从我的生活里消失 能吧 我多让她姐妹 我是个绅士 我格局大 姑娘 还有多少个姐姐妹妹啊 她就是很喜欢在外面认亲戚 然后就是自己家已经有两个姐姐了 天天在外面 这个干姐姐 这个干妹妹的 这 然后最夸张的是啊 她把自己的前女友认作自己的干妹妹 你说谁家正常男朋友会 跟前女友有任何的纠缠 她倒好去认作她干妹妹 她这个前女友也是一个人才 就是在短视频平台过来关注我 那她关注我了 我就礼貌性地回关一下 我说我看看怎么回事啊 到底找我干什么的 是不是来找事的 我回关以后 她就跟我说了一些 她们之前一些甜蜜 幸福的一些故事 她们俩之前养了一只金毛 她还把那个金毛的照片给我看 你说你看我们之前养的狗 你看可不可爱 就茶里茶气的那种感觉 她说要跟我做朋友 说要一块儿出来玩 然后这怎么会有这样的人 她是缺朋友吗 找我玩 然后她给我的态度呢 就是说你跟她去玩啊 你还能对比一下 是吧 我对你比我对她要好多了 就这种想法非常不理解 各位吧 这就是当时 我就想让她知道一下 我对她有多好 因为之前确实是不怎么喜欢 我那个前对象嘛 我就想让她做个对比嘛 比较一下 然后她因为这事 她拿我手机去骂我前女友 就是我当时让她去骂她 她就拿着她那个手机 就是那个绘画窗口你知道吧 让她打字 她那个手啊就在那倒 一个字是倒不出来 就不知道自己的脑子里 是夹杂着一种心疼 还是什么不舍的情绪 她就没打出来 我直接把她手机抢过来了 我就直接把她骂了 我就说你别来烦了 然后好不容易 这样 我去骂她才消停了好一阵 你们是不知道 当时她骂可难听了 我觉得我一声势 她不诋毁我形象吗 什么声势 所以当时我就去认我前对象 当干妹妹吧 什么叫干妹妹 就干妹妹妹是一种什么关系 什么责任什么义务 就是一纯妹妹 她觉得认了干妹妹 就是意思是 我跟我妹妹不可能吧 就是会可以正常的来往 或者更紧密的来往 对 妹妹嘛 就是打着这种名义 打着这种幌子 可能是我俩想的不一样 因为我只是想让她放心爱意 放心你就不联系不就完了吗 就是不联系啊 但是她前女友会来 找着跟她联系 就是对她余情未了 我不知道她是真不知道 还是装不知道 反正就纵容着这种行为 不是 你这种行为就是不对的 因为在我们古装戏里边 先结拜 后恋爱 这都是套路 你这样子完全就是错的 就是所以说让女孩 多想着很正常的 然后她前女友 就是还跟她朋友 好哥们一起玩 就是在她社交圈 在活跃知道吗 就是让她 注意到自己的存在 有的时候 她朋友发发她们的合照什么的 让她时刻记得 她还有这么个前女友 然后就很明显要跟她和好 然后她就是明知道 我不知道她知不知道 我感觉她是知道的 就是装傻呗 就是我知道 但是我又不跟你怎么样 反正我现在有女朋友 就搞这种不亲不出的关系 那她建议我 那我就没跟她玩了呀 都不说什么干妹妹了 她就是这样一个人 死心不改 还在外面认什么干姐姐 既然有妹妹就要姐姐 咱相互呼应是吧 她有个同事跟她关系也挺好的 这同事好像这两天买一个什么新车 她那同事自己不开 天天她屁叠屁叠的去给人家当司机 去给人家开车 同事之间嘛 相互帮助不应该的吗 刚买的车呀 她还不熟悉 一个女孩子嘛 我觉得这是我一个 绅士绅士 就是她还说开她车是吧 去上海班还能省省路费什么的 你脸挺白的 你骂我的吗 你是不是 今天开人家的车 就是屁叠屁叠当司机 就这个姐姐 有一次吧 我们一起出去玩 她就买了杯冰水 然后她特地把那个水啊 就在手里在那屋啊屋啊屋 认识用手心的这个温度啊 给它屋热了 给人家送过去 这个情况是你女朋友在场吗 我在场 你在场啊 我们一起的时候 就完全无事啊 然后就是她还经常晚上出去 跟人家玩桌游什么的 一玩就一宿 然后她也不想着陪我出去玩 我还听说她给当时那个女同事 每个人泡了一杯什么枸杞玉米茶 跟我说养生 都是女孩吗 都是啊什么 他们那种后援团的什么名字 然后给每个人都送 然后我跟她前段时间 一周年纪念日 一声不吭 什么东西都没送 人家女孩在朋友圈 就是转账鲜花什么的 我是什么都见不到 那是不是上班累的 回来忘了 后头给你补上 你就不要了 事后跟我说 你要不要 别问 你可能更应该多一点的去体贴你的女朋友吧 不要把心思放在那些方面吧 就是还有一次我们一起出去玩一起旅游出去玩 有个女孩子上衣穿的比较短比较少 她就自告奋勇的把自己的外套去脱给人家穿了 她都没有跑过来问我说 亲爱的你冷不冷 跑过去给人家穿了 你怎么想的 人家没有男朋友吗 要你操心 跟你有关系啊 那我当时看她穿的多呀 人家过来找我有衣服 我能不给人家吗 那是不是女生你惯的呀 她做这些事情没有后果呀 因为她每次都说 工作需要工作需要 道德绑架我 她不是道德绑架 我就觉得特别奇怪 我不觉得她是气氛 她今天 她特别享受 她今天是我得一宝 我给你们讲讲我这宝多好啊 我这宝既有干姐还有干妹妹 但凡是女人往我这宝身边一过 就聚集在我宝的周围了 我是多么地喜欢我这个宝 这是你给我的感觉姑娘 但是并不是老师 我真的没有听出你语气里面的 任何气氛 愤怒 或者说在一段情感当中 我被受伤了的感受 我听到的全是赤裸裸的炫耀 我不知道你们听的什么感受啊 反正我就觉得那个就是异性方面嘛 我挺理解这个小姐姐的 我们现在的矛盾就挺多 就是因为她的异性 对 你看好嘛 你是有很多弟弟和哥哥吗 不是 误会是吧 就全是误会 就是她不信任我 还是就是跟异性的地方 就是她想太多了 我不知道严老师你们听什么感受 她要真气的话 我就说最简单的例子 你就当面训她 很严肃地说一次 再有第二次再见 这就叫我后果 让她知道有后果 她就不敢了 男生对女生男朋友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谈了一年多了 然后每次她就 还是心软 就是 会原谅她 因为你在她身上能找到自信 如果你一直在这样的一个感情的价值观当中 继续沉沦下去的话 那你未来遇到的都会是渣男 为什么 因为你非常没有自己的边界和底线 有两点 一个是跟前女友联系 还认干妹妹这件事情 还有一个就是在外给自己立单身人设这件事情 就是这种事情 它不是可以包容和原谅的 它不是通过一个道歉或者祈求 哎呀我错了对不起 就可以再继续关系的 如果这种事情都可以被原谅的话 那未来等着你的你就会遇到一个又一个的渣男 所以在这段感情当中 我不管何去何从 我只提示你这一点 注意不要让自己变成西渣女 我虽然刚才那么说你啊 但是说句实话 在这个岁数谈恋爱本身就是这样的 双方都很优秀 但是有人没有成熟 不知道怎么去管理 不知道怎么去画边界 甚至他说那个话我觉得他说的有一部分就是实话 我真是啊我不应该这样 这是他的认知 你应该没有实际跟女生发生过什么东西对吧 对 以你们现在的这个年龄和这个 你要求一个22岁的男生 懂得什么叫珍惜 什么叫边界感 22岁的时候你懂吗 不懂 22岁的时候你懂吗 咱们扪心自问 没人懂 你到了一定岁数有边界感的时候你认为是 你现在跟他说中央空调的概念 他打心眼里一定不服气 我没跟这姑娘干什么呀 我怎么了 他穿的衣服 时候给他披了件衣服 我不觉得干什么 但是在有情感经历和经历过的人看来 这件事情越界了 可是他那个年龄他又不认知 这就像为什么那个大姐走不出来 为什么那个大哥觉得自己总是对的 就是我们的认知到达哪个边界的时候 我们做事就是到达什么边界 就这个你要是颜老师也好 还是沙娜老师也好 就你男朋友刚才你列举的随便一件事 足够杀无赦了 真的是 但你那还笑着讲 风轻云淡 这就是你们这个年龄阶段谈恋爱的样子 必须要从这经历过走过来 但是我跟男生说一句 咱们总得成长 对吧 就今天老师们说这些问题你要注意了 但是借着川哥的一句话说 对 不管是弟弟还是妹妹 我们都是一样的 我们的样子都永远都会老去 我们永远不可能是现在的样子 现在的状态 但是当我们老去了之后 我们还剩下什么 是在这儿 所以说接下来的日子 除了这方面我们敷面膜 保养好自己之外 这一方面也是很关键的 对不对 我们内核的东西更关键 好不好 才能让你更长久的魅力 所以这是你们谈恋爱的样子 就记住就好了 不要轻许诺言 一步一步慢慢来 一定要自己的底线要求姑娘 就是这就是我的底线 突破 咱就分开 别这么拉扯 男生也一样啊 你别老觉得那个事不是个事 重新提高认知吧 懂了 好吧 行 谢谢两位请回 好 谢谢老师 本期第三对情感嘉宾 小文三十四岁 来自天津业务员 小美三十二岁 来自天津代业 那么今天 她们又遇到了 怎样的情感困惑 对方有什么缺点 太自以为是 觉得条件比我好很多 特别功利 总想给我去条件 之前觉得她是 她是过日的人 后来发现 她脑子里想法也挺多 像有些人边界不行 对方表达过什么态度 最让你寒心 她说过 遇到更好的 会奋不顾身 双向奔赴 她拿我当作 错而出一次的选择 有点意思啊 三十多 比你们岁数还大呢 说的话 跟你们也差不多那意思 发生了什么 就是我跟她在一起 一年多了吧 我就是到了这个年龄了 想结婚了 但是我发现 她现在就觉得 我高攀她了 她在跟我谈条件 就是跟做交易一样 没有诚意 不是那意思 我就是想让她 更多去珍惜我 因为当时谈恋爱的时候 我就觉得她那个 挺懂事的嘛 因为我那边那个 本身就自己之前 买一套房子是150万 我就想在她那个 结婚之前 然后把那个 当初我买房子 市值的75万转给我 她那边也不用 那个赔车赔价之类的 因为我这边就觉得那个 婚姻是那个 经济的一个契约 然后我们是在 共同经营这段感情 是向经营的更长远 所以说对谁都是一个 公平公正保障 没听懂什么意思呀 她就是想说 她自己之前买套房子 现在就是谈论结婚 这件事想让我把这个 75万就是房子 一半的这个钱掏出来 她才愿意跟我 去谈论结婚的事 她当时怎么跟你说的呀 就是当面说的呀 我感觉她就是 在算起我 就是 她总觉得 我现在跟她赚的 七十万块钱似的 不过是那意思 就是因为这是 一个公平公正 一个保障嘛 我对咱俩的未来 比较自信 所以说我感觉这个钱 放在咱俩这谁的 都是一样的 都是咱们的共同财富 她就是太功利了 一直在给自己 找退路找保障 嗯 婚前都这么A 这给我算那么清楚 婚后的话 我还能指望她 不是我这人 就讲公平公正 然后那个 但这件事儿 我也得占个礼 因为她这边就是从小 像那个女孩子的话 都是那个就是被宠大的 然后她跟我之前 也提过条件 就是婚后 尽量不做家务 什么之类的 是 我也理解这些 这些我都能答应 我现在就提出 这一个要求对吗 这个条件有什么不可吗 就是不可以 那毕竟是咱俩 共同的家呀对吗 那如果说是 你们这不是算 就是夫妻共同财产吗 如果是你自己的呢 150万都是你自己的房子 都是你自己 还愿意跟她结婚吗 不是我跟她 我就是想让 变成我们共同财富嘛 加上她名字 所以她那个逻辑挺有意思的 对 家务呢 我可以全都承担了 房子是我买的 为了我们俩能够更好地体现 我们经济合在一起 您出75万 你得出钱 是这意思吧 对 听懂了 就是我们在共同经营嘛 这段婚姻是 我补一下这问题呀 如果说这房子不加您的名 这75万您留着 这老公你嫁吗 不嫁 我觉得我亏了 所以你的想法是 75万你留着 房子上还得加上我的名字 我才嫁给你 是吧 我觉得她是个男的 婚姻上她就应该 承担经济大套 女人负责生理成本 就本来也就很中性公正的 是这么回事 然后你未婚夫的这个条件就是 房子上我可以加你的名 但是你得补我75万块钱 是吧 是在共同营造嘛 算账算挺轻的 就还是挺算的啊 这叫追求公平 是吧 女生反而觉得不公平 你还说她公立她怎么公立啊 她就是感觉就是钱上嘛 跟我分得特别轻 她是业务员嘛 她做了有一笔那个项目完成之后 发了一笔项目奖金 然后我就想让她给我买一个包 然后她的微信上的确跟我转账了 我今天也把这个聊天记录带来了 我们看聊天记录啊 好家伙 对 是啊 我这边跟她转账也买了 对 你们就 你要老是说说 哪有说就是说这个 你结婚为目的的正缘 万一不在一起了 分手了 还要把这个钱退回 这不就是太功力的表现吗 言听计从了吧 给你买了吧 对吗 给你转账了 我现在就感觉她是在跟我洗脑 在这控制我 她就会想就是说 把我绑定 就赶紧跟她结婚 你如果分手了之后就是 其他人给我算的特别经常 我把所有钱都还给她一下 我这件事是一码是一码 我们俩平时约会的时候嘛 像这么看电影吃饭之类的 包括旅游 这边都是我 我来掏钱 这我负责 一个男朋友责任我该进就进了 但是她现在是主动找我要钱 所以说我就得 让她作为一个保障 因为之前我这边谈谈 谈过女朋友 吃过这方面亏 付出了不少 到最后是所剩无几也是 所以说我想给自己有一个保障 你假如你的保障 我的保障在哪 我跟你在下午期间我付出的兴奏 我对你的好 就不断付出是吗 你怎么评价你女朋友 你觉得女朋友什么样的性格 是个什么样的人 她有时候就比较冲动 就主意特别正嘛 然后您不知道那个 她这边呢 就是之前是干的那个幼师嘛 工作也好 然后收入稳定 自作主张也不跟我们商量 这就裸死了 你为什么辞职 因为我之前干的那个幼教 是从早到晚 就是从早上七点嘛 一直到晚上七点 都是在忙工作 甚至就是下巴之后到晚上 就是八九点钟吧 还有会有家长跟我打电话 过我一些孩子的一些事情 然后觉得挺累的 然后工资不算太多 所以说我就想 其中一下学历 找人费是更好的工作 以后赚的钱能够多一些 然后婚后的话 如果和她在一起 给她也能减轻一些 经济压力 所以你要是再去读书是吗 对对 还什么以后 我就现在都不稳定 对吗 她就是梦管满前 她想法就不同 她什么都只看西探战 她就是想 懂明天放手一搏那种 你都不踏实实努力奋斗 今天你怎么期待明天 对吗 给我的感觉 现在就是她就是 像我的父亲一样 就觉得 就比如说她觉得这个孩子 觉得成绩不太好 就别再学了 就赶紧的 对吧 找个份工作 多做点些挺好的 但是你怎么知道 我就学不出来呢 你得踏实实稳中求进 你现在连基本生活保障都没有 其实有些方面呢 我不是经济上看的特别重 她就现在也不太让我安心了 不安心为什么 我当时跟在一块儿 就图探是好过日的人 当时其实她也挺 就挺乖巧的感觉 然后有时候也挺短心的让人 但是现在她有些事情 让我就是感到很有危机 您不知道她那个 之前初恋吧 现在出国了 就是在英国 天天两人就是还一直联系着 要可惜的是什么呢 那边为了早时差 天天叫我起床 现在问候早安之类的 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呢 我们之前探讨过这个问题 我问她 你之前交往过几个男朋友之类的 或者有什么情感方面的经历吧 她也不跟我如实说 就支支吾吾避讳那种 因为我个人觉得 那些根本就算不上前任 就是我这些情感导师 我们之间都是比较清白的 就是在朋友之间聊天而已 就是在网上聊天 没有做任何越界的事 她就是想太多 不信任我 她能帮她解决问题 在做这几位她是情感老师 你那些就是一个精神伴侣 她完全没在帮解决问题 反而制造更多矛盾 你就说你能不能把她们删除吧 把这些个就是 相当有也好 或者是初恋也好的 我不可能把她们删除的 我不可能把她们删除的 我接受啊 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就是朋友我觉得 一个朋友 就是纯色的朋友 我问这个年轻的姑娘 来来来 你怎么看啊 就是一个男孩 早上问你早安 中午问你午安 晚上问你晚安 很明显对我有意思啊 你确定是对你有意思吗 那不然她在这干啥呢 我觉得反正就是不清不楚的 那种暧昧的关系 那我问问你男朋友 来 你觉得呢 那个男孩肯定有问题啊 我肯定受不了那个男孩 男孩有什么问题 就是肯定对他有意思啊 或者是有想法啊 想追他那种 那你女朋友 穿的衣服比较短 然后有一个男孩 把他的衣服 给女朋友披上了 什么意思 这个 就很绅士嘛 所以你看 事情不经类比 对 来 正式地回应一下 你男朋友 刚才说那个问题 初恋在英国 为什么给你导时差的问候 就是 因为我跟他之间呢 出了问题 因为我跟他聊天的时候 发现我跟他分享一些 我工作中 或生活中一些日常生活 每次跟他微信聊天的时候 发四五行字嘛 然后他就只回我一个字 我也在忙好嘛 表情包 对 他就是在找街 他一天到晚 忙到晚 你就没有陪我好聊天的时间 我忙的时候大多是我们的 应该会 所以说我就会想 他们都是男的 更了解男人 我就会问我跟我男友之间 到底出现什么问题 我希望就让哪些情感导师 帮我 不就是你的初恋吗 对 就是初恋的 和你的前男友吗 对 就是初恋的 那怎么成了情感导师了呢 就是情感 因为我们之间就是聊一些 我和他之间的事 就是你把你和你男朋友的事 摆出来 让你的初恋 在英国 导着时差给你讲 你们俩谁对谁错是吗 我觉得这 聊不出好了呀这个 这越聊 你们俩毛病越多呀 所以我很介意这节目 是是是 该介意 你就想嘛 爱情有一个本质嘛 就是克服各种困难 来陪伴你 这是爱情的本质的一部分嘛 那个就是克服了时差的困难 陪他聊天嘛 还挺危险的 该介意 该介意啊 接着往下说吧 女生你一开始 跟他交往的时候 觉得这男生怎么样 我一开始觉得他 长得挺帅气的 然后 喜欢健身嘛 生活比较自律 然后 性格是那种 就是说比较 湖泊看的比较阳光的那种 生活比较积极向上 我之前一直把他 当成我的真名天子 他喜欢健身嘛 然后我不太喜欢 健身房的地方 但是我为了 能和他在一起 其他能够多一些 我就经常跟他 在一块健身 他主要就是想盯着我去的 不是 我是因为爱你 想跟你在一起 那你也没练好对吗 那个时候 我会就是把自己的双手 掉到他那个胳膊上 然后他带我做蹲起 我发现他这个健身呢 他并不是因为他生活自律 为了他身体健康 因为有一次他那个 单位里面那个聚会嘛 还拿得说事 还拿得说事 你看现在 本来就是 本来就有事嘛 当时他自己在上面 居然就大修身材 然后居然还有那个女同事 为了调节气氛 也是把双手 掉到他的胳膊上 我觉得这些 是我专手动作 是我作为他的正牌女友 该有的动作 你体会说 那动作算过分吗 也没有什么过多接触之类的 对吗 再说当时里面也没 藏着掖着的对吗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我念你俩都对啊 你真不愧 背着还不知道你们俩做什么事了 问心无愧 人家这边是女同事 然后客串的那个 就是主持人之类的 当时年会们为了高兴 就一个娱乐项目 你不能让人冷场 回头都是一个单位的 对吗 还不见低头见的 回头再尴尬之类的 以后不好处啊 我这还是咱为咱未来 主要想 你要说工作干不好了 以后挣不着钱 怎么能够你 所以你们俩今天来为什么呀 我现在就是 就是想跟他谈谈 就是说 结婚时还能不能 就是说把这件事解决好 商量好了 解决什么事 就是谈结婚这件事啊 你要还跟他谈结婚的事啊 对对对 就希望他就是说 那现在结婚有几件 什么事需要谈 让我们听听吧 其实我感觉就三件事 首先来讲 就是经济 房子问题 这得需要 也是慢慢磨合一下嘛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就是以后生孩子 生多少 什么时候生 生几个 你打算什么时候要 就是先结婚吧 结婚之后的那个 一两年之内吧 这个行吧姑娘 可以啊 问题是现在 我感觉就是结不了婚的 就他这个态度 第二 第三呢 就是他那个 他所谓的情感老师对吗 我感觉是精神万缕那些问题 不断思连之类的 对吗 那我肯定受不了 好 能断吗 我不会断的 为什么不能断啊 他不能陪我啊 当然那有一个别的对吧 陪陪我聊天的 不是今天不能陪 你就得再找一个 那不就 这不就就 就叫他好几条船嘛 没有啊 因为我 我觉得我和情感老师 我们没有做过任何越界的事 那你就跟他 什么叫越界呀姑娘 就不用了 越界不是你界定的 是他界定的 不是你跟你的情感老师 你的情感老师是怎么说的 他说作为一个男的 就连那个 鸟儿都知道 就是说婚后 那个熊鸟儿要住窝 就为了给那吃鸟儿 对吧 下蛋就不 他作为一个就是高级人类 这点四点结果都没有 行明白了 明白了 你的那位情感老师 等于是没说他任何好话 对吗 对呀他做的根本就不对 怎么能说他好话呢 行行明白了 好女生他提了三条 你有什么条 我觉得结婚第一 他必须得无条件的发展症上 加上我的名字 还有如果说婚后 我因为生育问题没有工作 必须得把所有工资卡上交 不能说自己藏着叶子 给我分的那么轻 第三件事就是 他必须得每天 得保证拿出多长时间来陪我 不能复养我聊天 得给我提提供情绪价值 行明白了 来能做到吗 先说第一条 第一条是做不到 第一条做不到 我还是认为我们是在那个 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 那就是无碍无碍 第二条能做到吗 第二条 等婚后再说 问题现在第一条还没磨好 我感觉 第三条能做到吗 第三条肯定能做到 因为现在拍的时间就不少 说来说去不就七十五万的事吗 七十五万给了你之后 你这七十五万放哪儿啊 就我们俩共同生活用 我也不说占他的便宜 也不说挣他钱之类的 我感觉这个房子这个事太离谱了 难道去扯个结婚证 九块钱都要一人A四块五吗 就是算得太轻了 就是反正两个人相爱 加上名字什么这些无所谓的 要是你男朋友 把那些外面都断了 房子不写你的名你嫁吗 那不行 那还是爷得写 那婚后的工资也得交给你吗 那这些都是我觉得 对吧 男生在这个 关系中承担这个经济的 稍微多一点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对吧 就太抠门了 就觉得这不爷们儿 我就觉得这哥们儿 跟我差不多吧 跟你差不多 就有些地方吧 比如说 就跟同事互动啊 那我有时候 就是挺理解他的 在你们的身上 充分地说明了 人都是自私和趋利的啊 只照顾自己 我觉得女生 其实你需要的是一个男人 他是全能的 他又要提供你随时需要的情绪价值 又要提供你认为对方应该提供给你的经济价值 怎么去找那么一个完美的老公呢 你的解决方案特别简单 找不到吧 我找个情感导师呗 我感觉我跟 我跟那个情感导师 真的是没有做任何越界的事 但是你要进入婚姻啊 进入婚姻意味着 只能有一个亲密的人 一个 这叫婚姻 你要两个 那你不是脚踩两只船吗 所以我觉得你根本就没有要到婚姻的状态 我再说你另外一个价值观 你说那你就应该无条件地加上我的名字 我觉得可能很多男孩子会这样 但是那是一份很牢固的 彼此无比信赖的情感 你们有吗 你这还跟别人情感导师呢 他会给你吗 男生也一样 当你提出说咱俩结婚吧 你给我七十五万 你这婚就结不成 年纪轻轻干嘛要这样去考量爱情和婚姻呢 既然爱情没有那么浓 既然情感没有到结婚的份 咱别勉强继续谈着继续处着呗 你为什么跟他那要七十五万 押金嘛 对 是不是押金 不能那么说 主要也是我想去应勋经营嘛 考虑一个共同保障之类的 然后你为什么要无条件他房子加你的名字 我觉得他是个男的 就应该 押物嘛 对他应该的 押物嘛 两口子 到最后 人有旦夕祸福的那个瞬间 你看着你身边的那个人 你会知道 不怕 但是您这二位不是啊 真要是有一天有旦夕祸福了 看看身边那位 这医药费要超过七十五万个怎么整 你这个要 对吧 所以你们的信任是有上限的 而且你们的信任是不牢固的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会不会分手 但是我认为你们两个现在结婚这事 暂时不用太考虑 前男友是情感导师这事 我觉得真的挺逗的 就是这事你觉得没问题 那很简单呀 你男朋友也可以找一堆情感导师 你试想一下你男朋友的初恋 告诉他 我告诉你这女人现在不爱你 他压根不想掏这七十五万 他就是不想跟你过一辈子 他一点都不想为你改变 他都不想做家务 他就是不爱你 你觉得怎么样 舒服吗 不舒服 你还觉得你没做越界的事吗 就是我觉得就是像朋友一样良天 你没有前女友是吗 有吗 有啊 有啊 好 明儿去找个情感导师 你怎么做 我怎么做 让你什么叫感同身受 就是聊聊天 我们没做越界的事 你看看你心里输不输 你看她的眼神就已经在白她了 就觉得她受不了了 这是第一点 对 所以就说啊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第二点 你们知道什么是婚姻吗 我说婚姻是什么呀 没有血缘关系 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父母是共同的父母 孩子是共同的孩子 财产是共同的财产 然后两个人一同送走父母 养大孩子 迎来终将老去的人生 每一段婚姻都是生命对生命的托付 现在让你们把这个婚姻搞成了一笔交易 要么你掏钱 我写你名儿 我就不掏钱 你必须得加上我这名儿 我觉得你们压根不配结婚 哦 还有一点 就是他说要包这件事的时候 那个男孩在下面写说 如果以同意以上就收款 他就把这款收了 你不给他删上去 你还把这钱收了 那好像谈合作这两个人 就是买卖嘛 因为当时我真的 就是那段时间真的很喜欢他 也是想问他 所以你为了你喜欢的包 什么样的代价和什么样难听的话 都可以接受和付出吗 不是 因为我喜欢他会找他要包 如果我说我不喜欢这个拿 就算他主动送给我也不会要的 对不起啊 你这逻辑不对啊 我喜欢他所以我找他要包 你喜欢是他的荷包 还是喜欢他 我喜欢他呀 那你为什么要找他要包 这是个什么逻辑 这是个什么逻辑 我就想试他一下 他是不是都够爱我 是不是愿意给我付出 他刚才说了这么一目的 我当时就是喜欢他 我想试试他爱不爱我 嗯 对 然后他呢给你转了账 然后下头加上那一番话之后 你觉得他爱你吗 好像有点不太爱 那你怎么就把钱收了 你已经试出来他不太爱你了 你怎么就把钱收了 因为我当时就觉得 他以后可能会 就是会慢慢改的 谈恋爱能这么谈吗 这个还需要谈吗 这不都是根据他的日常消费行为 我们可能吃了一顿饭 谈了一部电影 通过这个东西聊脚 这个人大概是什么样的吧 所以你们好好想想 我是觉得不合适哦 真的不合适 就是在他们的爱情里面 你至少看到爱情原来那个样子 瞎胡闹 追求要在一起 在你们的这段关系里面看不到 你们俩好好考虑考虑 咱先别谈结婚了 谢谢两位啊 来 请回请回 谢谢你们三位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登陆优酷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那么结婚二十多年的 这对离异的夫妻 他们还会出现在我们的舞台上吗 来 请开门 好 没有 挺好 人大姐没出来 好 觉醒了 我觉得先生 其实今天这个结局是最好的 解除捆绑 各自开始自己的人生 如果你真爱这个女人的话 自己就好好地生活吧 让她和你的两个女儿 不要再为你操心了 好吧 好的 很遗憾 请回 对 我觉得好事 至少女生觉醒吧 特别好 接下来这对小情侣 谁是看好的 谁是觉得她们会出来的 不看好 但是我觉得会出来 会出来是吧 不看好 而且这个恋爱 还没到分手的时候 是的 来 我们看看她们怎么选择 请开门 哎呀 也不牵手了 没关系 牵手 和一个牵手 既然出来了 就接着谈呗 来吧 我们见证她们的开心时刻 各位请见证 各位老师有给予吗 我就跟小伙子说一事 以后呢 少有几个姐姐妹妹 给 能给 可以是吧 给 那我再跟你女朋友说一下 万一分手了 别接着给她当姐姐 对 别当干姐姐 干妹妹 好 谢谢两位 请回 最后应该是开门不出才对吧 对 我们可能都是这么想的 对 但是人家会做何选择呢 我们来看一看 请开门 今天我们的工作很有成果 有成果吗 对 我觉得是为她们再来 更好的幸福啊 是 是 是 好了 要再一次地感谢 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收看了又一期的爱情保育战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